太平出發 青山村的試煉非常嚴重 為了防治立村鄉 我們在餵落狗以前 還沒下灰金錢 我們在以前是沒有這種現象 在洗農藥 所以造成蜂蜜出來 蜜蜂出來採蜂蜜的時候 造成很大量的死亡 也造成今年的蜂蜜真的是 所以一直減產 現在大概剩下三成左右 可能還不到 因為 無漏偏頭連列雨 這次贏了第二成像的一個 試煉以後 這幾天又暴雨 造成這些落股非常嚴重 所以產量真的是非常減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市場上的價格 貼荔枝 一公斤飆到一百塊 一台金 大部分七八十塊的也有 還收賣部 所以 即使這不是我們的 產業發展的一個正常現象 我們希望 力士可以維持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產量 給農民有更好的收入也好 給我們的消費者 有更好 好吃的水果 更便宜的水果 可以吃 這次應該是我們 農業發展最好的方向 最會的 形容 而且 成功 更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